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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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种攻击方式 也就是这样做正手标志 反手标志 向上的标志 向下的标志 在我们里面也有很多 内门标志 外门标志 至少标志 高兰打标志 当然核心标志 有很多技术 你也会用到 比如说 拍标 标标 等等 很多技术 但是 有一个核心里面 就是我们要练标志的时候 如何去练 首先 可以扎码 也可以不扎码 但是建议大家 经常要扎码去练习 每天练习日子松垂 不知道现在大家还要练日子松垂 总之我每天都在练的 好 随便站 有时候你又要在前站 左右在前站 都不如所谓 如果你练过散打或者泰拳 打厉害 习惯左右站 也可以 然后你练极军道的话 你喜欢用点右边站 你也可以 我是练极军道 所以说 右边站 好 问手 练标志的时候 桥底标出去 也就是说在你的肘子标 肘子标 肘子标出去 这个是克对方的日子松垂的 因为使用我的外一刀 去对它的整下一刀 我会把它团上去 标志 标志 一定要注意这个技术 一定要瞄准 发力 描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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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力 描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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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向上 不要向下 不要向下 向前去标志 在手指的标志技术之后 我们要学会标志 标志向外标志 你用出来的时候 你会感觉 技术是有不同点的 这个和细节 重点 你们去用 比如说对方的手臂 日子松垂打过来之后 我方可以从桥底标上去 也可以他过来的时候 我方从他的鞋面标上去 这个位置 当你标的时候 向外标 向外去标他 好 好 练习这个技术之后 再练习一种技术 就是向外标志 拍击 冲锤 向外标志 拍击冲锤 向外标志 拍击冲锤 我们做一下 试一下 向外标志 记住怎么标 不要这样上上去标 从上向前去标 从桥底 向前去标志 拍手冲锤 标志 拍手冲锤 再做一次 看一下 标志 拍手冲锤 标志 拍手冲锤 标志 标志 拍手冲锤 标志 拍手冲锤 好 但我们经常做的 用够 就是标志 和标拍冲锤 大家先确认这么几个技术 至于如何确认标志的力量 不建议大家去拿出来 其实标志 其实标志 很多人用不去做直卧撑 但是 一般情况下标志的 用处并非你要插死对方 或者怎么样 而是去隔打 或者连肖带打去打 因为你插了对方 可能是眼睛 心窝 肛 肛部 内部 也就不需要你很高的硬度 不是说你的拳头 要把这个买法 要把头脖 跨脖 肩膜 这些脖头都比较硬 或者这款这种 有种的买到 这些的话 我们需要练 拳头的硬度 而且拳头的硬度 可以增加你的力量 大家对方对方的反应 也可以很明显 那么还是要建议 就是要连统 还是要给大家 留一个作业 也就是说 这一个技术 桥底标志技术 和转板标志技术 要多练 至于这个技术 就会留作业了 希望大家在 你的技术 很完善的情况下 去练习这些技术 那么我们教程中 教的都是 教的都是些 比较简单 而且一种技术 更普遍的技术 需要大家 在基础很完善的情况下 来完成 好 今天我们的课程 就到此结束 大家下次再见